哈囉,是我們這一集的嘉賓瘋女人Apple 嗨 哇,你今天好冷靜 我好想睡覺喔 好,那我們走吧 我剛剛在街頭,我剛剛在到台上 因為我本來就有在做婚禮佈置 然後我就覺得 不可以埋摩瘋女人就是主持的常菜 所以呢,我就開始幫她結一些婚禮主持 因為我起結婚禮沒有好賺 我真的非常不喜歡結婚禮 我覺得啦,從好的角度來講 他們是想要分享喜悅 只是他們有點把自己的權力無限放大 因為我一開始在那邊布置對不對 然後一開始位置什麼都已經都對好 什麼Candy Bar啊,香菇要放在那裡 這都已經講好 結果他們家的人來之後就開始 這個人怎麼會長這樣啊 應該是要放那邊吧 什麼意思在那邊指導我 然後我就說這個已經都跟新娘對好了 他說 你就擺啊,你就換啊 就換你進來,你就換啊 我就說你等我一下,我就問新娘 還好我問新娘的時候 新娘就跟我說 你告訴他說,新娘說就是尊重我的專業 然後我就走出去說 不好意思 新娘說尊重我的專業 因為我之前就是有遇到那種 真的就是很聰明的新人 他就把它分成兩場 然後他也... 一定要分喔! 然後他說他的那個長輩場那一場 他就只有花了餐廳的錢 其他什麼都花? 所以我教你,你一定要找那種便宜 可是非常好吃的餐廳 因為我之前吃過一間XX的餐廳 很好吃 可是就是... 就是這樣很可怕 可是很好吃對不對 厲害 我剛才長輩就要這種 然後你就還幫他準備打包袋 所以你是說如果你才訂了一種高級的飯店 然後但東西不依通通 長輩會鹹嗎? 他可能會覺得 啊,我們高大上 啊,你才是不合格的 那你婚禮主持有遇到什麼比較荒謬的事情嗎? 完全沒有耶 我的婚禮都非常完美 對嗎? 就是只要是我親手的婚禮都完美東西 而且我主持不會講太多 我不是那我不會講很多廢話的人 因為我其實在家婚禮 我不太喜歡聽主持人講話 他們在台上一直... 講很多很多很多話 可是我覺得每次非跟他 就看到新年在台上這樣 OK 那等我們最想婚禮做完 我們再來放鬼 因為我就看你被這個婚宴會板整完之後 因為你還說得出 老娘覺得婚禮很順利 希望... 但希望不要太荒謬 不會不要太荒謬 我們一起閉嘴 認識我玩是因為 感恩 好嗎? Ruby 剛剛結束了我們這場 紋理 我真的覺得我人真的很認真是自己 我覺得比較好笑的是 今天鷹空人員 她 會開機 會開機 而且重點是 我的老公心娘都好了 我們的鷹空大哥好先來 然後來了之後他還一直 他不會有的 他還問我說你會嗎 他們也是很忙 因為今天平均可能是好日子 他們每個均都是滿的 但我就想說那你們有忙 我也不想要麻煩你們 只是希望你們趕快把該做的事情做好 然後我就跟他說 你要不要再去找剛剛那個人來 就是還有什麼問題 就是可不可以請那個人來弄 不要在那邊耗時間 因為信仰已經好了等很久了 所以這個人居然說 嗯 我怕我等一下叫他 他會爆氣 然後我就忍不住 我就說 你怕你同事會爆氣 你就不怕我會爆氣是不是 我告訴你我現在都已經爆氣 你去帶人同事過來 然後他同事就馬上 在一天之內被兩個人忙 而且最好笑的是你說 好我們等一下就播影片 然後就把同一幕收起來 這麼大傻眼 然後我已經要崩潰了 對但是我們的信仰非常不可以 就是換衣服跟換裝型 換衣服 換衣服 就跟媽都一樣 沒錯 而且今天效果竟然都還不錯 所以我們最後也是暗幻結束 那你有沒有體驗到做過 我真的很可以 我是死了 我可能 因為Apple就說 那我可以幫什麼忙嗎 然後我就說 還是你去搬那個 你就說好 那就走過去 然後就這樣 我搬不到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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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今天就是第一次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氣 那如果呢 你都會不會有任何需求的話 可以上紅油工作室 就是泰拉的陳列工作室的粉絲團 就有任何需求可以找我們 任何需求可以找的 你真的很會做結尾耶 因為我發現你一做 你開始正經要講結尾的時候 我就是一個費 你開始講廢話了 好那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就是 要點讚分享跟你所有的朋友 然後還要記得到 到處是瘋女人 還有泰拉粉絲團按讚 然後還有追蹤我們的頻道 掰掰